二十四號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召開政黨法草案公聽會 現場多位學者支持將政黨法和不當黨產切割處理 由於追討不當黨產對象明確 也具有特殊歷史因素 學者建議另立專法或特別條例來追討 學者批評政院版政黨法草案如果以信託處理 仍無法有效解決政黨利用國家公權力 圖利黨產的根本利益衝突 建議另定專法 而民進黨立委強調 早期政黨以不當手段侵佔 並挪用原住民族土地的這段歷史 也因一併納入專法中規範 學者舉出國際案例 原住民族有權與國家對等談判 這個政府透過總登記的手段 取得原住民族的土地 例如有相公所贈予中國國民黨土地 例如有阻托登記 來把這個土地就阻托登記了 作為中國國民黨的財產 希望內政部也要誠實面對歷史 公布所有的這些史料 我們認為原民會也應該要硬起來 拆屋還地 把地還給原住民 不只是國民黨黨產的 把侵佔的農用原住民土地 包括國家這個部分 一定要一併去處理掉 那加拿大是透過談判 討價還價 就是說你如果不能百分之百還 有一些真的是要公共使用的 比如說水庫等等 那要怎麼樣 國家要徵收 要補償 然後配合自治區兩個一起處理 土地 然後自治區 然後賠償這三個一塊處理掉 而國民黨立委則是認為 面對原住民族土地轉型正義 和歷史真相的權力追討 可以先從國家土地開始處理 原住民的土地跟正道有沒有關係我不知道 但是跟政府有關係 這個是一個很現實的一個問題 那我們最近的提議的內容是這樣 部落周邊一定距離 比如說三公里或者是五公里的範圍之內 原住民及立委呼籲 政府必須誠實面對歷史對原住民族的虧欠 屬於原住民族的土地就必須歸還 而認定的標準 歸還和賠償的途徑如何 學者和立委強調都應該納入不當黨產 處理專法來一併討論 記者雅某比亞立法院採訪報導